Hello 大家好 我是Becky 必宇 今天就想跟大家来讲一下法国的艺术学院 因为之前也有收到一些观众的留言 就是想了解一下法国的公立艺术学院 今天这条片就会分为两个部份 第一个部份就是简单地介绍一下法国 如果是想读艺术的话 法国学制的体系会有什么学校可以选择呢 第二个部份就是介绍一下 几间比较出名的公立艺术学院 在最后也会和大家推荐一个艺术类升学的网站 总结来说 法国一共有三类开设艺术类学科的院校 第一种就是公立的美术学院 第二种就是私立的美术学院 第三种就是公立大学内会开设艺术类学科 这三种会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公立大学的话 他就会偏注重理论的研究 那公立的美院的话 就会更偏向于艺术类的实践 主要是分为造型艺术 视觉艺术 或者是设计的专业 那私立的美院就会更加看重 你所学的东西和你以后的工作的接轨 主要是偏向于动画 插画 服装设计 产品设计 这些比较实践性强的一些科目 那今天主要讲的是 法国的公立美术学院 那法国的高等美术学院 是不属于国家的教育处 所以它和公立大学的文憑 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高等美术学院 它是遞属于 法国国家文化传播部的 那就是说 在法国我们会称之为 称之这种类型的学校为 大学校也是属于 精英教育的一部分 那公立美院呢 就会有分 区立的 省立的 市立的 和国立的 那官方说呢 就是说 他们之间 就没有本质上面的区别的 那只是因为他们的教育经费 会由不同的单位来承担 那高等美术学院的文憑呢 多数都是由国家文化传播处 颁发这个学位的 学校是没有那个权力去颁发文憑的 除了部分的国立公立美术学院之外 那它是整个法国呢 它是有五间的国立高等美术学院 是颁发这个院校文憑的 那除了这五间之外 就是由国家直接颁发 国家的文憑呢 就会有两个 一个叫做DNA 那这个DNA文憑呢 它就有分三个option 第一个呢 就是communication option 第二个呢 就是art option 第三个呢 就是design option 那第一个communication option呢 是为了以后想成为平面设计师 插画师 网页设计师等职业的学生而准备的 那第二个option呢 就是art option 它是为了艺术家 画家雕塑家等 或者是关于传播学者 藝術文化教育等职业做准备的 那这个option呢 亦都是三个方向里面 就业发展比较广 和比较多人选的 那最后一个选项呢 就是设计的option 它是为了工业设计师 或者是平面设计师等等的职业做准备的 DNA文憑的第一年呢 是不分专业的 主要都是学基础知识 那学生就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课程 比如说 绘画啦 平面啦 影像啦 空间啦 等等这些基础的课程 那学生通过在这一年的不断实践中 和接触不同类型的基础课程里面呢 你在第二年呢 就可以大概这样 确立自己想读的专业方向 所以第二年开始 你就可以选自己想读的学科 并且向这个方向继续去进修 那如果对于外国学生来说 那如果你在香港 或者是在你自己所在的国家 已经读过少许艺术科的话 可能读过year 1 或者year 2 那你可以通过一个叫做 commission d'équivalence的方式 去入学的 那就是说 你不需要一定去从year 1开始读起 那经过你作品集啦 面试啦 动机啦等等这些的去评估之后呢 学校呢 就可能会给一个offer 你是可以值入第二年 或者第三年 甚至是第四年的 这样 另外一个呢 就叫做DNSEP DNA呢 其实就可以等同于本科的学位的 那DNSEP呢 其实可以弱等于为碩士的文憑 那为什么说它是弱等于呢 因为它这种美远呢 是属于那种精英教育体系里面的一种 丸校 所以其实它会和公立大学的本科文憑 和碩士文憑 它是会的含金量是会有不同的 就是一个呢 是属于普通教育 一个是属于精英教育 一般的法国学生呢 会在考美远之前 去读一到两年的课程培训 去准备这个考试 一般在每年的二月份到五月份之间呢 你就可以开始去申请这个高等美学学院的了 那不同的美远呢 都会有它们自己不同的 录取时间 考试时间 还有它们的录取方式 考试方式 那由于呢 每间的美学学院 它都是有自己的特色 或者注重的学科 那所以就是 比如说你如果考不到A 不代表你考不到B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想介绍一下一些 一些比较出名的法国的公立美术学院 那第一间想和大家介绍的学校呢 它就是关于摄影方向比较出名的 它是叫做 那这间国立的摄影学院呢 也是法国现在目前唯一的一间 国立的摄影学院来的 那它和其他的公立美术学院呢 会有少少不同 就是它没有向低年级的学生 开设课程的 它至少是要读完 夜2之后才可以申请的 那学校的学制呢 就为三年制 三年制毕业之后 因为你其实是 夜2毕业之后 又来读三年 那其实就是碩士毕业的 读完这三年之后 等同于碩士文憑 那第二间想介绍的学校呢 这的是 列声的电影学院 是以摄影和电影技术而著称的 也是世界上第二古老的电影学院 这电影学院里面主要是有三个职业的 那这个是摄影和电影和声音的 这个学科里面的老师都是一些非常专业的老师 或者是由一些已经进入了电影界的前辈去进行对学生的教学 法国的这间电影学院是全个法国里面唯一一间可以为这个专业 声音这个学科去提供一个碩士文凭的院校 第三间我想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叫做法国巴黎国立高等装饰艺术学院 这间学院是法国艺术界最知名的学院之一 我也有上网查了一下关于这间学院的排名 好像是全球前十的美术学院来的 这间学校一共开设了有十个学科的 室内设计、艺术空间、动画电影、关媒体、产品设计、布料及材质设计、服装设计、印刷、图像、影像、美术舞台等等 第四间想和大家介绍的美术学院也是最后一间 就是巴黎高等美术学院 Légaux-le-Nationale-Cupé-Hier des Beaux-Arts de Paris 它被称为世界四大美院之一的高等美术学院 巴黎高等美术学院 它已经是有几百年的历史 这间美术学院最出名的专业就是造型艺术 但它的难度也是非常高的 造型艺术中的专业课程包括了绘画、雕塑、装置、影像、声音、行为、艺术史、哲学等等 除了一些专业要必修的课程之外 你还可以选择感兴趣的课程去选择 非常值得一提的 这间美院是有开设预科班的 它是叫做VIA Ferrada 它是为了给一些想在法国或在外国考这些美术学院的学生做准备的 它是提供实践和理论的培训 以及一些个性化的教育支持 如果你们对他们的课程有兴趣 也可以上他们的网站看看 最后就想说一下 比较多观众问到我的一个设计类型方向的专业 就是数位和心媒体设计 我都问了一下之前有考美术学院的一些朋友 他们当时就给了 一、二、三、四、五、五间美术学院的名字给我的 第一间就是法国巴黎高等装饰学院 就是我前面所说的那间 第二间就是国立高等工业设计学院 就叫做L'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 Création Industrielle 第三间就是阿民艺术与设计学院 第四间就是南特高等美术学院 最后一间就是南斯高等艺术与设计学院 最后一个专业就是室内建筑设计 都是有观众问到我这个专业 第一间就是刚刚所说的那间 法国巴黎高等装饰学院 也是比较难考的那间 第二间就是圣埃地安美院 如果是对室内建筑设计方向比较感兴趣的话 都可以上他们这两间美院的官网上看看 最后的最后就是想跟大家推荐一个网站 它叫做Campus Art 其实它是法国高等教育署专门提供给法国或者外国的学生 用来申请法国各种艺术学院的一个网站 这个平台里面会有超过140间的法国公立大学 公立美院和私立美院 里面也会涉及到有600多个艺术专业 比如说会有电影 时尚艺术 跨媒体或者博物馆管理等等这些专业的 这个平台在每年11月份就会开放的了 那你也可以上去上面选一些你想读的学科 比如说如果你想读电影的 你就可以按电影 然后它就会出一个列表给你 就会是所有有开设电影学科的一些学院 它就会列一个名单给你 那你就可以跟着上面去查每一间学校的官网 来确定你想自己想读的哪间学校 那今天所有资讯呢除了我有上网自己找一些资料之外 我都有去请教了一些我读美术学院的朋友 但是因为他们考美院那时 都已经是两三年前的事了 所以可能会和今时今日的政策 会有少少出入或者有少少不同的 那如果有些什么说错了的地方 你都欢迎你们在下面斗证我 那希望今次这条片对你们也有帮助 那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